文化资产的维护跟保存已经成为国际性的议题 为了因应台湾社会对于文创园区转型的期待 2018年7月30号上午10点开始 文化部在台中市复兴路三段的文化资产园区举行接牌典礼 而在典礼一开始还有精彩热闹的三仙庆贺乱谈戏演出 在接牌仪式之前 郑立军部长首先颁发重要传统表演艺术 台湾族口笛、鼻笛、歌仔戏、布袋戏传席一生结业证书 台中市副市长张光尧 立法委员黄国书 文化资产局局长施国龙 跟许多传统表演艺术、传统工艺的大师跟贵宾 也都到场观礼 郑立军部长上台致辞时表示 台中文创园区转型为文资园区 显示政府对于文化资产的保存预算跟工作都会扩大跟增加 持续的保有原来1916文创工坊产业进驻合作的模式之外 我们也会扩增在有形文资的这个相关的展览 以及无形文资的传奇跟演出 还结合文资科技的体验 那么还有国保馆 还有非常神秘的水下考古馆 所以未来我们的园区会更精彩 更有文化的内涵 文资局局长施国龙也强调 文化部文资园区挂牌之后 能够让民众了解园区是中央政府单位 而且整个园区规模跟展示空间 除了会持续经营 还会扩大跟提升服务品质 而台中市政府跟地方民意代表 也表示十分肯定跟支持 我们第一个我们是名称上的证明 它是文化部文化资产局 各位放心 以前是对文创的概念 但现在我部长讲的 文创里面再加文资 我们希望以文资为体文创为用 台中市政府绝对与原理 配合中央 我们都给大家做好 台中市政府最欢迎 因为它对文化主宣的波准也很强行 过去我们在传统比较一数的预算 只有不到一亿 今天我们知道 要把它提高为三倍 也就是会有三亿的预算 我们期待有一天 我们从中央到地方 以及我们民间 大家一起努力合作 让台湾最重要的文化资产 可以继续的保存延续下去 就在贵宾致辞之后 紧接着进行文化部文资园区的接牌仪式 随后贵宾们还跟国宝级大师一起合影 让艺术大师们深深感受到 大家对他们的肯定跟支持 文资局局长施国龙强调 文化资产园区会成为全国第一个文资生态基地 持续开创文化艺术的生命跟活力 记者肖又金 杨静 台中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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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